第721章知己之笔 宋浩天虽然从他所掌握的情报中 知道自己这个外孙不是个省油的灯 手下的人命最少也是在两位数以上的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 叶天居然杀过那些卷宗上记载的人物 要知道 宋浩天没见过这些人 不代表他不了解 因为就是在开国战争中 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帅们 在卷宗内提及那些人物的时候 都是推崇被制 其中更有人用人力不可敌的语言来描述 而部署在京城四周的导弹防卫部队 名义上是为了防止敌国远程导弹的突然打击 但是只有宋浩天这些人才知道 那些能飞天遁地的人 才是这种防卫力量的主要目标 老爷子 我虽然不知道你对他们有多少了解 但是我知道 他们也是人 只不过那些人将自身潜力开发得更加彻底 也就变成了你们眼中的超人 叶天摇了摇头 将手边的粮票推到宋浩天的面前 说道 这是我从那人身上得来的 他们能有这些东西 说明和世俗一定有接触 我想让你帮忙查一下 这些粮票是从哪里流出去的 在进入到先天之境后 叶天对修道之人的畏惧之心无疑要淡了很多 他自信此时就是面对那道人 即使打不过也能逃出去 不过江湖中虽然有或不及家人的规矩 但叶天却是不知道这规矩在修道界中是否适用 万一修道者无所顾忌 那叶天将难以顾全家人了 俗话说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 只有了解的对方的来头 叶天才能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所以回到京城没两天 叶天就找上了宋浩天 也唯有他有这个能力查出粮票的来历 粮票 这东西很多年都不用了 宋浩天将手边的粮票拿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苦笑 说道 这些粮票当年发行量很大 仅是北京地区就不知道发行了多少万金 你让我去哪里查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 粮票的作用和钱几乎是一样的 而且实行的是配给制度 单凭手中的这几张粮票 就是宋浩天也不知道从何处着手 另外还有近百元的三元纸币 被我给毁掉了 这也是个线索 叶天想了一下 接着说道 老爷子 当时能拿出那么多钱和粮票的人 一定不是普通人家 而且也不太可能是商人 依我看 你可以在那些开国元勋中去查找 这也就是叶天找上宋浩天的主要原因了 那些开国元勋身上往往都有许多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 保密等级是非常高的 恐怕也只有宋浩天这等身份的人 才有权限去翻阅那些资料的 先不提这事 我倒是要问问你 你小子是怎么惹到他们头上的啊 宋浩天无奈之余也是有些好奇 那些人真的能飞天遁地吗 你是在哪里见到的 如何杀的他 您老哪来的那么多问题 叶天文言翻了个白眼 说道 这些事情您知道的越少越好 日后就是出了事他们也只能找到我叶天 自古以来就是那些方外神仙 也多是隐居山林 还从未听说葛洪之流的人敢起兵造反的呢 当然 袁末群雄四起的时候 出过一位彭迎玉彭和尚 传说法术高强 原民昔然 视之如神 为之刀兵不能伤 不过最后还是战死在了沙场 至于这位彭和尚是否为修道之人 后面的一些典籍并无记载 这也是除了汉末张角之外 唯一一个和修道界沾点渊源的人 老爷子 他们不一定敢和国家对抗 不过 国家的法律怕是也适用不到他们身上 如果来上那么一个人 图进你我夜宋两家 国家又能奈他们如何啊 夜天的脸上露出苦笑 宋浩天想的未必太简单了 以这些人的手段 只要消息确凿 他们一夜之间就能将夜宋两家连根拔起 到时一击之后远顿千里之外 国家拿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 别的不说 至少夜天现在就有这样的能力 即使防守在严密的地方 他都能如履平地自由进出 那些所谓的大内保镖 根本就不值一审 你说得倒也是 不可不防 听到外孙的这番话 宋浩天的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古人常说侠以武范进 其实就是夜天所说的这个意思 这也是建国之后一些武术门派遭到打压的主要原因 直至近年来才开始推广恢复一些表演时的传统武术 只是宋浩天对外孙口中的话 还是感觉有些夸张 想了一下之后 说道 夜天 你说一个人就能进出这里 我倒是不大相信 不信 夜天冷笑了一声 深周的白雾突然间变得更加密集了 只见他身形未动 却是连着椅子凭空升高了一米 就那样端坐在了空中 这是什么手段 饶式宋浩天一声见惯了大风大浪 也被眼前的情形给吓到了 他清楚地知道 夜天并不是在变魔术 而人体漂浮在空中 这显然违背了自然科学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宋浩天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世间会有这等事情 夜天的身体依然漂浮在口中 叹了口气说道 老爷子 我只不过刚刚亏入此道 那些人的修为手段超出我百倍 所以我们必须要慎之诱慎 你调查此事的时候 也要小心别被他们察觉了 虽然夜宋两家有着恩怨 但是夜天能感觉得到 眼前的这位老人对他的关爱 却是发自内心的 是以这才显露出了一些 异于常人的本事 宋浩天沉眼的仪会 开口说道 夜天 查出这些粮票出自各处 对这件事又有什么帮助呢 按照宋浩天的想法 既然这些人如此厉害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避而远之 反正以夜天的手段 想必在杀人之后将首尾也都料理干净了 老爷子 我怀疑那修道之人的出现 和这俗事有些关系 我是想看看究竟是哪一家将他们请出来的 日后也能多加防范 修道中人百十年间未曾出事了 突然间冒出来一个 夜天总是感觉有些蹊跷 尤其是那人又带着世俗所用的钱币 十有八九是想入室的 这个道人死了 不代表他身后的势力就不再派人来了 所以夜天这才想查个究竟 最起码能让对方暴露在明处 自己则是隐身在暗处 队长 首长和他在那里很长时间了 咱们要不要过去看一下 在四合院前院的一个房间里 几个警卫队员都看向了福征明 足足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没能直接看到宋浩天 按理说他们已经算是失职了 都将会受到处分的 你们的任务 只是确保首长安全 不是来监视首长的 福征明将眼睛瞪了起来 贺道 是首长下令让你们离开的 如果首长受到伤害 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 福征明也不是不想冲进到院子里 只是他知道自己和叶天相差得太远了 如果叶天想动手掌 这么长时间足够他杀一百回的了 既然如此 倒不如卖叶天的个面子 让他们能将谈话继续下去 行了 你的那些警卫着急了 叶天在释放出真气 将自己和宋浩天隔离开来的时候 神念同样把整个四合院给包裹了起来 监控室里的争执 并没能逃过他的耳目 这粮票你记清楚了 就不要留在世上了 叶天右手拇指和食指一搓 阴阳二气摩擦之下 一股火光出现在了他的指尖 片刻间就将那些粮票烧成了灰烬 你小子这也是成仙了吧 叶天的手段看得宋浩天目瞪口呆 心下对他的话却是深信不疑了 在调查此事的时候 却是又多加了几分小心 世上哪有什么神仙 只是活得比常人烧酒一些罢了 叶天笑着摇了摇头 心念一动 围绕他和宋浩天身边的那丝丝白雾 全部顿入到了地下 然后通过脚底传入到了夜天体内 看来那些传说未必都是假的 老头子我要找些山海精来看看了 说不定也能延年益寿呢 宋浩天也年过八旬了 这一声吕经风浪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 脸上恢复了平静 少在那拐弯抹角的求长生 日后我要琢磨点东西出来 少不得你的好处 叶天撇了撇嘴 将桌上的那盒子里 不到一两的大红包茶叶揣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而就在叶天撤取真气的同时 监控室里的众人也齐齐松了口气 监控屏幕上的手掌和那年轻人相谈正欢 显然没出什么事 第722章有课上门 叶天用红泥火炉上的茶壶给自己又泡了杯茶 一饮而尽后 说道 老爷子 事交代清楚了 我就先走了 宋浩天玩了大半辈子的政治 有些事情比自己在行 自然知道该如何去查询那些粮票的来历 叶天根本就不用去操纳闲心的 我说叶天 你小子这段时间安稳点吧 别到处乱跑了 听到叶天的话后 宋浩天苦笑不已 上次叶天去美国 那地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 搞了个闲死还生 而这次叶天跑了一趟长白山 回来居然说宰了个仙人 如果不是宋浩天神经够大 怕是真要被他给折腾出心脏病来了 知道了 叶天头也没回地摆了摆手 说道 这荷花池不错 你买只乌龟放里面 千年的亡八万年的龟 指不定就能延年益寿呢 养只乌龟 倒是可以 明儿让小福去找一只 宋浩天点了点头 不过继而反应了过来 不对啊 这小王八蛋骂我老不死着吧 而当宋浩天看到桌子上的那盒茶叶不见了之后 更是气得吹胡子瞪眼 他一年也不过就一两的供应 却是全被叶天给拿跑了 首长 您今活动的时间过长了 请配合我们做下检查吧 等到叶天离开了四合院 保健医生马上回来了 他们也挺不容易的 这又当保姆又当医生 好 你们检查吧 宋浩天点了点头 心思却是放在了叶天交给他的那件事上 想要不露声色的去调查几十年前的旧事 必须要找非常信得过的人才行 怎么了 怎么这副表情啊 宋浩天往日在思考国家大事的时候 都是站在那里任由医生们摆布的 这次检查完 却发现几个医生的神色有些不大对 首长 您的血压降下去了 连 连关心病的症状也有很大好转 保健医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过仪器上出现的画面 清晰地显示出 宋浩天那动脉内膜上的白色斑块 突然间减少了许多 要知道 由于年龄大了的原因 宋浩天的老年病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 最严重的就是关心病 在上个月还曾经因为心脚痛 住了短时间医院 所以这莫名其妙的好转 让那几个医生均是有些摸不清头脑 他们从医数十年还没见过这种情况呢 见到几个保健医生一脸迷惘的样子 宋浩天打了个哈哈 说道 行了 老头子我见了外孙心情好 心情好并自然就好了吗 医生们不明白 宋浩天心中自然清楚得很 除了夜天之外 再没有别的解释了 那小子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帮自个儿调理了身体 赶走了几个保健医生 宋浩天回到房间里 想了一会之后 拿起了一个红色的保密电话 拨打了出去 都快七点半了 还不起床啊 妈等会要来喊了 回家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正如夜天自己说的那样 他除了接送于清雅上下班 真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很有点后世宅男的味道 而除了为红军之外 就是胡军等人 都不知道自己回到了京城 夜天的日子倒是逍遥自在的很 也不用去应酬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听到老婆的话后 夜天嘿嘿一笑 将嘴唇凑到于清雅耳边 低声说道 妈才不会来喊呢 他巴不得咱们多睡一会 要不然怎么能生出小叶子来啊 京城空气会拙 根本就不适合夜天修炼 要是真心那进去这些气体 说不得他还要花费功夫 给驱除出去 所以这段时间 夜天也难得地睡起了懒觉 当然 这其中也无不有补偿一些 于清雅的意思 结婚以来 就说这些天陪他多一些 不行 我受不了了 老公你就饶了我吧 于清雅被夜天的话 吓得连忙做起了身体 却没成想胸前高耸的双风 却是显露了出来 被夜天伸手一捏 整个身体顿时酥软地下去 真的不行了 我连这好几天上班都迟到了 再这样下去 会被人议论的 于清雅抵挡着夜天上下 骑弓的双手 低声求起饶来 这一个多星期 夜天的日日鞭挞 让他真是应了 痛病快乐着的那句话 嘿嘿 清雅 你不觉得自己的皮肤 好了很多吗 夜天嘿嘿一笑 那双手已经将于清雅身上包得像个绵羊一般 正准备挺腔入巷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老妈这会来干嘛 果不其然 每等五秒钟 门前就响起了宋薇兰的声音 夜天 有人找 快点起来了 妈的 谁这么早来找我 夜天被老妈喊得顿时兴致全无 心念一动 一缕元神 已然将整个四合院包裹了起来 在自家大门前站立着的几个人 顿时出现在了夜天的脑海中 靠 怎么是他们两个 老董这次吃得亏不清啊 看到这二人 夜天伸手拍了拍于清雅的屁股 说道 太阳晒屁股了 快起床了 话虽然这么说 但夜天还是懒洋洋的赖在床上 那两个家伙不听自己的话 落到如此下场也算是活该 他夜天可没有那么多的善心去发 你这人 好话坏话都被你说了 于清雅 他瞅怒的在夜天腰间掐了一劲 连忙穿起了衣服 坐到化妆镜前的时候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忍不住问道 夜天 你说也奇怪了 我的皮肤怎么变得和你一样 这么细润了啊 这次夜天回家 他脸上和手上 那白皙的皮肤 让老妈与几个姑姑 均是羡慕的不得了 而于清雅和夜天同房之后 皮肤比之前不知道细润光滑了多少倍 惹得那些同事 和魏荣荣整天在追问他 用了什么化妆品 还用问吗 当然是你老公我滋润的了 夜天赤裸着身体 从床上跳了下来 吓得于清雅连忙闭上了眼睛 虽然结婚一年多了 但他仍然见不得夜天这副模样 清雅 回头让笑天送你去上班 我有点事了 夜天哈哈一笑 手脚麻利地将一身白色练功服 套在了身上 不用了 我自己开车去就行 麻烦笑天干嘛 于清雅摇了摇头 他上班的单位距离四合院 也不是很远 夜天将脑袋摇得像是波浪谷一般 说道 那可不行 再遇到送花的 我得让笑天教训教训他们 从结婚之后 夜天也就是这段时间 才开始接送于清雅上下班的 可是接送的第一天 就让他遇到了个稀罕事 当时在京城台的门口 停了三四辆豪华的轿车 比夜天那路虎都有过之而不及 车上的男人一个个还是手捧鲜花 当时夜天还有些纳闷 可是当于清雅下班出来 那三四个由头粉面的小青年 都拥过去的时候 他顿时明白了 感情这都是来追求自己老婆的 夜天也没多说什么 带上于清雅开车就走了 不过后面那几个哥们 却是到了没 因为他们的四个车胎 不知道怎么全都别掉了 刚一发动汽车 就相互撞在了一起 你这人 坏死了 想到那天发生的事情 于清雅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夜天要是拾起坏来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夜天 你这孩子 别人在外面都快等了一个小时了 咱们老夜家可没那么大架子啊 洗漱出来后 夜天在餐厅里漫条丝里的吃起了早餐 这下连大姑 夜冬竹都看不过去了 只是请门口几个人进院子 他们听到夜天没发话 却是死活不肯 让他们多等会没坏处 夜天本来还想拿回劲的 只是见到大姑面色不善了 连忙站起身来 说道 我去还不成吗 对了 大姑 老宅子的钥匙给我 我带他们去那边说话 夜天 你可回来了 当夜天出现在四合院的大门口后 祝为风马上迎了上来 而坐在轮椅上的董生海 却是有心无力 嘴唇如动着 说不出一句话来 走吧 换个地方说话 夜天正眼都没看二人 静止往前走去 祝为风连忙招呼 那几个随从 推着董生海追了上去 你推着老董进院子就行了 打开老宅子的门后 夜天扫了一眼 董生海身后 说道 这些人都等在外面 哎 我说哥们 大家都是社会上的 架子不要那么大 此次跟祝为风过来的 都是他身边帮闲的人 这些人家世背景 固然不如祝公子 但在京城三分地界上 也都是有头有脸的 刚才等了一个多小时 这几人就已经有些不耐烦 现在连门都不让进 其中一个脸上 长满了疙瘩的年轻人 顿时不答应了 只不过这哥们话声未落 迎接他的却是 祝为风迎面一巴掌 夜夜让你等是抬聚你 给我老实等着 这也就是 没眼力界的表现 能让祝公子苦等 一个多小时人 又岂是他能招惹得起的 第723章血海深仇 妈的 那姓夜的到底是什么人 京城没听过 有这一号人物啊 捂着被祝为风扇的 红肿的脸庞 直到三人进了院子 院门关闭后 那人才敢痛哼出声 他可是知道 祝公子最近心情不佳的 彪子 你小子别以为 能糊弄那些地方来的傻貌 就敢在这横着走了 旁边一人幸灾乐祸地说道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在清朝的时候 这里叫做内城 就是真正的四九城 天子脚下 住这里的人 有几个没背景的 搁几个还是老实等着吧 这几个人 平时帮着那些省市来的人 跑跑项目 算得上是京城里的消息 灵通人士 不过他们和祝为风的层次 还差得远 是以没人听过 叶天的名头 且不说院子外的几人 在猜测着叶天的来头 进到四合院之后 叶天静止走到前院的石椅上 坐了下来 一言不发地看着 祝为风和董生海 被叶天那一眼 几乎看穿了自己的内心 祝为风再也顾不得矜持了 开口说道 叶天 我和海爷 没听您的话 这 这次栽了 我们栽了 坐在轮椅上的董生海 要比祝为风凄惨得多 他的右腿齐根断去 左臂从手肘处就不见了 嘴中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话 一边愤怒地用右手拍着轮椅 此时找我 还有什么意义 叶天冷哼了一声 去年他苦口婆心地劝说 这二位不要前往泰国 可他们根本就不听 眼下倒是想起自己来了 可那断手断脚再也接不上的 叶爷 报仇 比之几个月前 董生海像是老了二三十岁一般 头发已经全部白掉了 整个人憔悴不已 而且他似乎还伤了声带 说话的时候含糊不清 唯有眼中射出了仇恨的光芒 报仇 老董 你也是江湖中人 真要冤冤相报下去 叶天摇了摇头 说道 你们二人本就有此一劫 我煞费苦心地提醒你们 你们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现在应结了又想报仇 书叶某不能答应 叶天和朱维峰本就没什么交情 与董生海也只不过是同属鸿门中人 但他又不是座堂大佬 没有义务去管这些闲事的 而且此时叶天心头还压着那件事情 在宋浩天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他根本就不敢离开京城 唯恐有修道之人找上门来 叶爷 老董亏啊 听到叶天的话后 董生海发出了一声哀嚎 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 从轮椅上滚到了叶天面前 以头垂地 乌叶道 叶爷 不报此仇 老董死不瞑目 叶天 祝某也求您了 一向在叶天面前 显得颇是有些清高的助围风 见到老董的样子后 眼中泪水横流 双膝一软 也是跪倒在了叶天面前 妈的 早都干什么去了 真当老子说话是放屁不成 叶天虽然是那种软硬都不吃的性子 但是想想三人在女王号上相处的情形 心里没来由的一阵烦躁 左手一挥 趴在地上的董生海 直接坐回到了轮椅上 只是经过刚才一折腾 董生海还没完全愈合的伤口 又是渗出血来 染得他半身鲜红一片 非要吃了亏 才他娘的想起老子 叶天右手中指轻弹 封住了董生海伤处的血脉 同时夺了一道真气进去 让激动不已的董生海平静了下来 叶天是我们不对 祝为风低下了头 他知道叶天骂得没错 当初要是听了叶天的话 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 行了 别装可怜了 叶天挥了挥手 把还跪在地上的祝为风给扶了起来 说道 你先把事情给说说吧 我最近没空 不保证能帮到你们 没事 只要你答应下来 多久我们都能等 听到叶天的话后 祝为风脸上露出了喜色 叶天既然让他说事情的经过 代表他愿意将这件事给接过去 见到叶天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 祝为风连忙说道 是这样的 我和海爷去年12月中旬到的泰国 原来就在夜天昏迷在长白山中的时候 祝为风和董生海也是满怀愁愁地来到了泰国 而且受到了相当高规格的接待 去到的第一天就和国王共进了晚宴 全赛的组织工作都是弗罗兹做的 董生海和祝为风基本上整天都是吃喝玩乐 泰国的女人让他们两个乐不思蜀 在全赛进行的前一天 弗罗兹邀请董生海和祝为风 以及他们麾下的拳手 共同进行了一次晚宴 而事情的根源就出在这次晚宴上 第二天进行比赛的时候 董生海邀请了那位世界排名第四的选手 在拳台上原本占据着绝对上风 打得对方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但不知道为何 董生海一方的拳手动作突然迟缓了下来 被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泰国拳手 一个扫腿击毙掉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董生海大吃一惊 但拳台上诡异多变 不可预测的事情实在是太多 他当时忍了下来 派出另外一个拳手出战 让董生海没想到的是 他手下的这位拳手却是连战连结 三天下来 居然连胜了九场 击毙了六人 给董生海和祝为风两人 赢得了数亿美金 这让董生海早已忘记了那位世界排名第四的拳手 自信心一时暴涨 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董生海被弗罗兹挤兑了一下 竟然拿出了自己在莫斯科的黑市拳场 与他相赌了起来 其实这也怪董生海贪欲太强 见到泰国的黑拳市场远远超过了莫斯科 就想在其中分得一杯羹 而祝为风也不知道脑子里的哪根弦抽了筋 居然也拿出了自己日本拳场的股份 压在了董生海的那位拳手身上 结果自然是不用再说了 那位九连胜的拳手上台之后 开始时也是攻势猛烈 但还没过五个回合 他也是像之前的那位拳手一样 无故地在拳台上停滞了一下 黑市拳手无一不是杀人机器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 带来的后果都是拳手无法承受的 更何况那人是在拳台上发呆 直接就被对手击毙掉了 看到这一幕 董生海忽然想起了比赛第一天发生的情形 他就是再傻 也意识到这其中出了问题 不过比赛前的黑纸白字 让董生海找不到任何毁约的借口 而且这还是在弗罗兹的地盘 他和祝为风只能压抑住心头的怒火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但是两人没想到的是 弗罗兹根本就没打算放他们离开泰国 就在比赛结束的当天晚上 一群人袭击了董生海和祝为风的住所 这些人并没有动用枪械 全部使用的冷兵器 一个个出手狠辣 乍以接触 祝为风和董生海军事身上挂了彩 要说还是夜天之前的一句话救了这两人 他当时让祝为风去到泰国小心点 而晚上发生了拳手在台上意外死亡的事情后 祝为风马上联系了自己在泰国军方的朋友 不过祝为风的朋友去得稍微晚了一些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董生海为了救祝为风 已经是被人砍下了一手一脚 命在旦夕 在祝为风泰国朋友的帮助下 两人总算是逃回到了国内 但是从莫斯科和日本传来的消息 却是让董生海和祝为风雪上加霜 差点没吐血而亡 因为就在二人逃亡的当口 莫斯科和日本黑市全界也经历了一番清洗 弗罗兹拿着两人签署的契约 顺利地接管了两处黑市全场 并且那些跟随了董生海数十年的老人 一夜之间全部暴毙而亡 黑道的事情就是如此 虽然人人都知道这是弗罗兹干的 但没有任何人可以拿出证据 而弗罗兹手中的契约 让他占据了一个理字 别说是世界黑市全组织了 就是董生海背后的鸿门 也无法公开指责弗罗兹 辛苦了一辈子创下的产业 被人用这般手段夺去 董生海可以说每日都生活在仇恨之中 鸿门既然无法出头 他就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夜天身上 嗨 嗨嗨 讲素完这些事情后 柱维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等他把手拿开的时候 嘴角处溢出了一丝鲜血 你也受了伤 夜天有些奇怪地看向了柱维峰 他刚才用气机感应了一下 柱维峰应该没有受到内伤才是 我在突围的时候挨了一刀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国以后总是咳血 去医院里也检查不出来 柱维峰摇了摇头 拉开了胸前的衣巾 那里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从前胸一直滑到了小腹 如果不是刀口不深 这一下就将他开膛破肚了 老董帮我挡了一下 那手才没有的 夜天 只要您帮我们出了这口气 柱维峰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柱维峰当年在国外执行过任务 身上也是伤疤累累 但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憋屈的气 更是感觉欠下了董生海天大的人情 第724章本命蛊虫 夜天皱起了眉头看着柱维峰 开口说道 在泰国出了这样的事情 那边应该会给你个交代吧 柱维峰在国内的背景十分深厚 不管是军方还是外交部门 他都有着相当的人脉 泰国和中国毗邻 他在那里出了事 对方的确要给个说法的 泰国方面回答是暴徒的行为 当场击毙了两人 尸体移交了过来 听到夜天的话后 柱维峰脸上露出了愤恨的神色 咬牙切齿地说道 夜天 你信他们说的话吗 不信 夜天摇了摇头 说道 那又能怎么样 对方已经给了答复 从政治上而言 他们已经做出了妥协 所以我恨啊 这些事情肯定都是弗罗兹做的 柱维峰说着话 胸口一阵烦闷 嗓子眼一痒 忍不住又咳嗽了起来 这次出的血痰更多了 染得他手心烟红一片 先等等 你的身体有些不对 见到柱维峰还想说话 夜天抬手制止了他 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腕 将一缕真气镀了进去 奇怪 没有内伤啊 可怎么会呕血 半晌之后 夜天放开了柱维峰的右手 脸上满是疑惑的表情 只是当他的眼睛 看到柱维峰手上的鲜血时 目光不由一淋 进入到先天之境后 夜天对于事物的观察力 和普通人已经是大不相同了 常人眼里的很普通的事物 在夜天眼中 确实像被显微镜放大了许多倍 而此刻夜天就从那鲜血中看到 有四五条 入眼根本就看不到细小虫子 在其中蠕动 它们似乎在汲取着鲜血中的营养 片刻功夫 手上咽红的血迹 就变得非常淡了 降头术 夜天眼中闪过一丝阴冷 他原先还有些奇怪 为何没有听到 乃他信沙旺素希的消息 原来这位泰国国师早已出手了 如此一来 董深海麾下的拳手 连胜九场之后败王的事情 也就有了可以令人接受的解释 因为降头术的确拥有 这种控制人生死的能力 不过乃他信 沙旺素希和弗罗兹 也算是心狠手辣 为了引得董深海和朱维峰入瓮 他们居然让几方连死六人连败九场 一切只是为了消除董深海的疑心 眼神在朱维峰的手上看了一会 夜天沉声问道 你们在泰国的时候 有没有见过一个身材销售 面容枯稿的老人 身材销售 面容枯稿 朱维峰想了一下 开口说道 有 有这么一个人 在国王宴请我们的那天晚上 他出现过 后来弗罗兹举办的那场晚宴 他同样也去过 朱维峰之所以对这人印象很深 是因为在两张宴会中 不管是泰国的国王还是弗罗兹 对此人都是理性有加 那人的架子似乎也非常大 身份像是很高 他坐在场内宴席间的时候 周围竟然没有一人敢和他同桌 这也让朱维峰记忆深刻 果然是他 好狠的心机 这是向我下战书吗 夜天脸上露出了冷笑 说白了 董生海和朱维峰 其实还是受了自己的牵连 夜天这几年风头很近 在黑拳界的名声尤其响亮 以乃他信杀望素希的能力 自然不难得知自己这个杀其弟子仇人的消息 而朱维峰二人与自己的关系 也是不难打听的 看来这次在泰国发生的事情 十有八九倒是对着自己来的 不过乃他信杀望素希没想到自己竟然没有去 这才迁怒到了朱维峰二人的身上 在他们体内下了降头数 夜天 你说的话我不明白 难道和那老头有关系吗 看到夜天脸上露出的冷笑 朱维峰有些不明所以 夜天点了点头 说道 当然有关系了我要是晚回来一个月 你和老董恐怕都要呕血而死了 泰国的降头数可不是骗人玩的把戏 降头数 你是说我们中了降头数 朱维峰文言脸色顿时变了 他已经经常会去泰国 深知降头师的可怕之处 至于董深海则是紧紧的盯着夜天 他此刻生不如死 只求夜天能帮他报了这血海深仇 他死后才能闭上眼睛 夜天可有办法破解 朱维峰脸上露出惨淡的笑容 他知道降头数和古数差不多 只能由下降头的人来解除 换句话说 他和董深海基本上算是死定了 我可以试试 夜天想了一下 伸手虚空一批 从头顶落下一段树枝 摘去了上面的叶子 夜天将树枝递给了朱维峰 说道 不管是痛是痒 你都必须给我忍住 好 夜天 你放心吧 朱某也是从尸山血海中打过滚的 朱维峰咬了咬牙 接过树枝横着放在了嘴里 牙关一合 将那数字紧紧地咬住了 夜天点了点头 站起身走到了朱维峰的背后 缓缓伸出右掌贴在了他的脖梗动脉处 心念一动 一缕真气度入到了他的体内 这缕真气 这缕真气在夜天神石的控制下 沿着朱维峰的颈动脉 钻入到了他的血管动脉之中 深深地吸了口气 夜天脸色猛逼一变 那股无形无色的真气忽然化作了一股 看不到的火焰 在朱维峰体内燃烧了起来 不过这股火焰 却像是在对朱维峰的血液 进行高温消毒一般 虽然由他的血管制烤而下 但却没有伤及分毫 修为到了先天之境后 本就可以拥有先天之火 像炼丹炼气 都要使用这种火焰 先天之火制阳制钢 却也是夜天所能想到的对付蛊虫的唯一办法 只是如此一来 朱维峰所遭受的痛楚 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就算夜天可以控制住不伤其经脉 但火焰在体内燃烧的滋味 岂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啊 朱维峰猛地发出一声惨叫 头上瞬间渗出了痘力大的汗珠 那足有两个拇指粗细的树枝 被他一口就给硬生生地咬断掉了 忍住 夜天口中发出一声冷喝 他此时也并不比朱维峰轻松 要知道 人的血管何等脆弱 他想用先天真火驱除蛊虫 难度之大 就是夜天也必须全力以赴 嗷 朱维峰嗓子眼处发出一声近乎野兽的嚎叫 他也算是强悍 将那咬断的树枝并在了一起 重新塞回到了嘴里面 妈的 要是我还在练奇化神的境界 根本拿着蛊虫无可奈何的 在夜天催动那缕天真火的时候 朱维峰的血液中 也发生了不为人所知的变化 一丝丝肉眼不可见的蛊虫 在夜天真火的驱使下 纷纷掉头逃窜 并且在逃窜的过程里 那丝丝缕缕的蛊虫居然聚合了起来 找死 当夜天看到那只逐渐变大的蛊虫 竟然掉头 想吞噬它的真火时 脸上不由露出一丝冷笑 痴痴 就在蛊虫接触到了真火之后 一生并不存在于这世界的响声 传入到了夜天耳中 那只由万千幼虫化作的蛊虫 顿时消失掉了大半 好手段 这东西真是防不胜防 那只蛊虫知道自己遇到了天敌 像是有灵智一般 再也不敢与夜天对抗了 沿着血管抱头鼠窜 再逃避着夜天的追角 这也让柱微风在疼痛之余 又感到浑身上下传出一丝麻痒 像是有一只老鼠在体内游走 那种痛痒交织的感觉 让它恨不得自己马上昏厥过去 不过这个时间并没有维持太久 五六分钟之后 夜天的左手食指虚空一弹 柱微风的左臂关节一麻 手肘处不由抬了起来 与此同时一道白光闪过 柱微风左手食指最后一个关节被切了下来 一股鲜血激涌而出 往前喷了足有半米多远 想跑 夜天口中发出一声冷哼 几乎就在鲜血喷出的同时 它按在柱微风波梗上的右手闪电般地往前一探 紧接着就缩了回来 吱吱在夜天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中间 赫然捏着一个形状怪异的虫子 那虫子通体血红 头上长着两个前夹 一边发出刺耳的叫声 一边在用那两个前夹拼命地撕咬着夜天的皮肤 想钻入到夜天体内 不过夜天手指那白皙的皮肤 却像是钢铁一般坚韧 韧那蛊虫如何撕咬 连皮都没能蹭破 一分钟后 那虫子忽然停住了动作 浑身僵硬 就像是死去一般 乃他信沙旺素希 你也算是一代宗师 竟然玩着装死的举动 夜天脸上露出了冷笑 接着说道 如果这是你的本命骨 我相信你一定能听到我的话 唱抬头是我杀的 想报仇 尽管来找夜某人好了 在夜天说出这番话后 被他捏住的那只虫子 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 又开始拼命挣扎了起来 口中发出的尖叫愈发的凄厉 你伤我朋友 我回你蛊虫 就算是先收取一些利息了 改日你我自有相见之时 夜天脸上献出一丝阴痕 拇指和食指一搓 一股火焰出现在了他的指尖 瞬间将那蛊虫包裹了起来 第725章反噬 芝芝 那只长相丑恶的蛊虫 虽然拼命挣扎着 但根本就挣脱不开夜天 那两根手指 片刻之间 就被指尖的火焰烧成了灰烬 与此同时 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缅甸 移出木屋中的 乃他信沙旺素吸 口中突然狂喷出去一口鲜血 他那原本就很瘦小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干扁了下去 来人 乃他信沙旺素吸口中 发出了一声低吼 浑身都在不断颤抖着 额头上的汗水 如同江水般往下流淌 再喊出声音后 整个人直接歪倒在了地上 国师 您这是怎么了 乃他信沙旺素吸的声音 还是惊动了屋外的人 一个面目交好 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女孩 走了进来 看到地上的乃他信沙旺素吸后 口中发出一声惊呼 连忙上前扶住了她 可是让这女孩没想到的是 乃他信沙旺素吸的脑袋顺势一歪 嘴巴刚好靠在了女孩的脖子上 两排发黄的牙齿 一口咬住了女孩的动脉 咕咚咕咚 大口汲取鲜血的声音 从乃他信沙旺素吸的喉咙中传了出来 直至死亡 那女孩眼中都透露着迷惘 她不知道德高望重的国师 为何会吸取自己的鲜血 短短的四五分钟后 女孩红润的面庞变得再无一丝血色 整个人似乎都瘦了一圈 鼻端早已没有了呼吸 夜 天 将嘴巴从女孩的脖子上挪开 乃他信沙旺素吸满口鲜血的抬起头来 眼中满是怨毒之色 低声吼道 夜 天 我与你不共戴天 吱吱 就在此时 乃他信沙旺素吸的体内 突然传出一阵吱吱的叫声 吓得他连忙张开了嘴巴 一个足足有婴儿拳头大小的怪虫 从他口中爬了出来 如果夜天在这里的话 他就会发现 这只虫子外表的模样 和被他烧死的那只一模一样 只不过体型要大了数倍 看上去显得更加凶猛猙獰 这只虫子爬出来后 竟直从那已经死去的女孩口中钻了进去 一阵啃食的声音随之传来 却是在吞食着女孩的腐脏 看到这一幕 乃他信沙旺素吸紧张的神色 才缓和了下来 匠头师和苗疆的巫师一脉相承 他们最拿手的都是古术 不过古术虽然能杀人于无形 但同样有着致命的地方 就是你如果练的是子母本命骨 那如果子骨死亡 母骨也会受到伤害 甚至会狂性大发反噬主人 乃他信沙旺素吸体内所养的 正是这种子母骨 俗话说子母骨虫两心之 他释放出子骨之后 通过母骨来控制子骨的动态 从而达到控制别人生死的目的 乃他信沙旺素吸的这只母骨 是他先在泰国深山老林里 捕捉了十万只具有剧毒的毒虫 然后将这十万只毒虫分成十组 每组一万只毒虫进行厮杀 当最后的十只虫王决出后 乃他信沙旺素吸又把他们分成两组 公母各一遍进行厮杀 直到最后两只虫王出现 他这才使用降头树中的秘法 提取出这两只毒虫的精子卵子 将其合在一起 蕴养在了处女的小腹之中 而等到处女死亡被吸干精血 母骨出世后 他更是每日用自己心头精血 来对其进行喂养 这个过程整整进行了十年之久 母骨才分裂出了子骨 子骨和母骨又有所不同 他能化为千万只像细菌一般的蛊虫 寄养在人的血液之中 只要母骨下令 随时能将那人给吸成人肝一般 同时子母骨的身体都极其坚硬 能承受数百斤的重击而不死 所以乃他信沙旺素兮这才放心地将子骨传入柱维峰的体内 他本是想让子骨在叶天面前吸干柱维峰的鲜血 让叶天感受到朋友死亡的痛苦 但是乃他信沙旺素兮没有想到 叶天居然能破除他的子母骨 杀死子骨后 更是使得母骨暴动了起来 如果不是那侍女及时进来 母骨差点反噬将她给吸成了人肝 这让乃他信沙旺素兮对叶天愈发痛恨了起来 不过他的心头也留有了一丝恐惧 只有羊骨人才知道骨虫的可怕 而叶天能轻易灭杀子骨 就是他自己也无法办到的 片刻之后 母骨从女孩的肚子上 破开一个大洞爬了出来 不过精神显然有些萎靡不振 子骨的死亡让他也差点丧命 来人将他抬出去 乃他信沙旺素兮 把母骨重新放到体内之后 对来人交代道 告诉国王 我要闭关一段时间 三年之内不要打扰我 子骨死亡乃他信沙旺素兮的本领几乎去了一半 现在乃他信沙旺素兮根本就没功夫 也不敢去寻找叶天的麻烦 他是要再去寻找毒虫喂养母骨 以期望能重新生出子骨 将那子骨化为灰烬后 叶天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 一抬头刚好看到 祝为风长着大嘴看着自己 不由笑骂道 傻看着我干嘛啊 你那手指还在滴血呢 叶天是硬生生将这子骨给逼出来的 他可没本事 让其乖乖地从口中爬出 所以说不得 祝公子就要受点小伤了 祝为风文言连忙从身上 撕下一块布条 随手将手指缠了起来 很艰难地咽了口吐叶 问道 叶天 那 那玩意就是降头失下的降头 想想之前体内竟然生有这么一只怪虫 祝为风的头皮不禁一阵发麻 冷汗由脖梗直流而下 将后背的衣服尽数打湿掉了 也可以叫蛊虫 都是咱们老祖宗完剩下的 叶天点了点头 说道 你体内的那只骨虫极具灵性 很有可能就是乃他信沙旺素西的本命骨 它最少要消停几年了 虽然没有见到在泰国发生的那一幕 但叶天还是猜了个十有八九 乃他信沙旺素西这次纯粹的偷鸡布成十把米 白白丧失了自己酝养了数十年的本命子骨 叶天 那海爷身上有没有被吓了蛊虫 听到叶天的话后 祝为风放心不少 他虽然听说过苗疆养蛊的事情 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感觉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董身上也有骨虫 不过却不是本命骨 驱除起来要容易得多 给祝为风驱除了那只子骨 就是叶天也累得满头大汗 他虽然进入到了先天之境 但对先天真火并不熟悉 这次却是有些冒险了 叶爷 我不要志 只求您能杀了弗罗兹和那放骨之人 给老董报仇血恨 董生海前不久才知道 自己在莫斯科的老伴还有三个儿子 全都死于一场大火之中 这也让他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 老董 我答应你 弗罗兹一定会死 叶天将手按在了董生海的肩膀上 说道不过你还是要活下去的 要不然祝为风他心里也不安啊 祝为风在一旁连连点头 说道没错 海爷 我已经派人寻找您孙子去了 您放心 他一定会没事的 董生海虽然有三个儿子 却只有一个孙子 此时正在英国留学 出了这件事后也联系不上了 董家绝了后 也是他萌生死至的原因之一 他还能活着吗 董生海眼中露出一丝绝望的神色 他本就是黑道中人 自然对那些人的做法了解得很 这摆明了是要赶尽杀绝 他叫什么名字 叶天出言问道 同时一缕真气度入到了董生海的体内 他身体中的蛊虫并非是本命蛊 也无法融于血液之中 驱出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叫董大壮 叶爷 您 您能算出他还在不在吗 董生海用满是西纪的目光 看向了叶天 经此一劫后 他再也不敢小看叶天的占卜之术了 董大壮 这名字好的 通俗易懂 是个命运之人 叶天在心中默以推演 不由笑了起来 老董 你那孙子还活着 现在就在俄罗斯 他不是短命的人 你不用害怕 什么 他在俄罗斯 董生海文言愣了一下 继而喊道 是弗罗兹 一定是弗罗兹将他抓去的 叶爷 您要救救大壮啊 想到弗罗兹那些人的手段 董生海的身体不由抽搐了起来 董家可就剩下这么一根毒苗了 而且他现在这样子 就是想再生也有心无力了 正在挣扎着从轮椅上下来 相求叶天的时候 董生海忽然感觉断腿出一麻 一股鲜血喷了出来 叶天的右手闪电般地抓了出去 在缩回来的时候 两指尖同样多了一条蛊虫 不过这只蛊虫并非本命蛊 离开了寄养的人生之后 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尤其对日头的阳光有些害怕 神情极其伪顿 你们是干什么的 里面人在谈事情 你们不能进去 正当夜天想将这蛊虫回去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杂声 哎哟 你们敢动手 夜天眉头皱了下 刚想说话 却是一串的呼通声传了出来 第726章蹊跷 怎么回事 你们想干什么 是哪个部门的 见到大门被推开 助围风迎了上去 因为他能看得出来 走在前面那两个身形彪悍的中年人 一定是在相关部门执行包围工作的 助围风 怎么是你啊 泰国的事情处理完了 一个穿着件夹克衫 却是将其撑得鼓鼓囊囊的中年人走了出来 说到 手掌要见夜天 你手下这些人也敢拦着 福征明 是 是宋主席 见到来人 助围风不禁有些傻眼 他本身就是军队系统出身 小时候 家里也是有这些人在的 自然对福征明这大内保镖熟悉得很 福征明点了点头 却是没有答话 将目光看向了夜天 说道 手掌就在车里 您要不要过去 听到福征明这话 助围风的眼睛瞪得愈发大了 这位以脾气暴躁著称的大内保镖 居然用商量的口吻在和夜天说话 而且还说的是敬语 要知道 在他们这些人眼里 除了需要保护的手掌之外 其余人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即使是手掌的至亲 也得不到多少有待的 可是福征明对夜天的态度 分明和对待手掌差不多 这就让助围风很难理解了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让老爷子进院子里来吧 夜天回头看了一眼助围风 说道 让你的那些人都滚蛋 平时没几个人跟着 显不出微风是不是 助围风一脸羞愧的点了点头 说道 好 我让他们这就走 我和老董也先离开吧 不行 夜天 你要救救大壮啊 助围风说着话就要去推轮椅 可董生海却是不知道来的人是谁 一只手搬住了轮椅 死灰都不愿意动 他还指望夜天去救孙子呢 行了 你和老董在这吧 我回头去里面院子说话 看到董生海凄惨的模样 夜天也是有些于心不忍 在他的挂象中 董大壮虽然阳寿未尽 不过却是有些劫难 看到福征明把脚就往外走 夜天连忙喊住了他 说道 老福 先别走 给你个东西 找人研究一下 这是泰国降头树中的蛊虫 回头四下里瞅了一眼 夜天从花坛边找出了一个矿泉水瓶 将那蛊虫装了进去 这玩意不是本命蛊 离开记住基本上没什么威力了 我说 你小子别害我啊 给我这个干嘛 听到夜天的话后 福征明见鬼般的往后退去 他们警卫守则中有一条 就是不允许任何带有危险的物体 接触到手掌 而这蛊虫可是臭名远扬的 瞧你那胆子 不要就算了 夜天摇了摇头 将矿泉水瓶拿在手里把玩了起来 见到夜天的举动 福征明眼皮子不由跳了下 开口说道 夜天 你拿着那东西 我不能让手掌进来 成 我毁了他还不成啊 夜天哭笑不得的将矿泉水瓶扔在了地上 一脚踩下 里面的那只蛊虫顿时变成了一团血浆 福征明这才放下心来 对手下一人说道 把那东西收回去 交给队里化验 活得不要要死的 夜天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说道 回头有什么化验结果告诉我啊 说话间 宋浩天已经在几个警卫的拥促下 走进了四合院 谈眼见到朱维峰和坐在轮椅上的董生海 眉头不由皱了下 没等宋浩天开口 夜天抢先说道 老爷子 那两个是我朋友 回头还要和他们谈事情 咱们去里面说话吧 宋浩天微微点了点头 静止往中院行去 而跟在他身后的警卫 则是分出两人 先行进入到了中院进行警戒 以后少交往这些乱七八糟的人 看看那都什么样子啊 进到中院后 宋浩天忍不住训斥了夜天几句 老爷子 是不是感觉身体清爽了 有禁教训人了不成 夜天确实不买宋浩天的账 看了眼距离他们十多米远的警卫 心念一动 脚下出现了一团雾气 将他和宋浩天包裹了起来 你小子 哎 算我欠你的 宋浩天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这曾经执掌异国的人 在夜天面前却是感到束手束脚 那件事有眉目了 打个电话叫我过去不就行了 用真气将自己和宋浩天与外界隔绝后 夜天的脸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久未出来了 我自己想走走 宋浩天点了点头 声音压低了几分 说道 那些粮票是当年黄大中的佩吉 就是黄思智那小子的爷爷 不过我总感觉这事没那么简单 虽然仅凭几张粮票 就想查出他们的出处 这看上去很困难 但是对于宋浩天而言 还是能做到的 花费了一个星期的功夫 宋浩天将那批京城粮油管理局 在那个时段印制的粮票和留下 全部都查了出来 经过庞大的信息筛选和分析后 最后指向了京城黄家 黄思智 他们家虽然出了个将军 不过在京城里并不是很齐眼吧 听到宋浩天的话后 叶天不由愣住了 这事怎么又跟那个混小子扯上了关系 而且开国的时候 京城可谓是将帅云吉 黄思智的爷爷虽然军功不小 但连上将都没能平上 那些修道之人如何会与他接触呢 所以说这事有些蹊跷 宋浩天习惯性的往口袋摸去 却发现燕早已被医生给没收掉了 扎巴了下嘴 说道 叶天 黄大中虽然地位不显 但他可是云老的派系啊 云老 叶天的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是那位主抓经济的云老 叶天对黄大中不怎么在意 这位云老却是真正位高权重的人 从建国初期就主抓国内经济 虽然不在中枢也没有军衔 但影响力甚至要比很多将帅都要大 没错 黄大中那段时间没有受到冲击 也都是因为云老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云老和那些人曾经有过接触呢 就算以宋浩天的年龄身份 对云老都要称一声前辈的 虽然那位已经去世多年 他言语间也没有任何的不恭敬 宋浩天一边梳理着头绪 一边说道 你曾经和黄家的小子结过院 会不会是他请的那些人 想要对付你呢 叶天那次被请到警察局的事情 还是宋浩天派出了贴身秘书才解决的 是以他对叶天和黄思智的恩怨非常清楚 就凭他远远不够格 换成他爷爷恐怕还都不够分量 叶天冷哼了一声 脑子忽然一动 问道 云老的后人现在在做什么 宋浩天以前也是主抓经济的 对这些事情倒是了解得很清楚 想都没想 张口说道 云家彻底从政坛退出去了 现在是在做生意 国内外的能源投资 云华彤占了很大一块份额 宋浩天口中的云华彤 是云老的次子 同时也是云家这一代的领军人物 要知道 云老爷子当年的人脉 即使云家退出政界 也是不容忽视的 云华彤以前和宋浩天也打过不少次交道 叶天想了一下 开口问道 老爷子 依你看呢 暗兵不动 宋浩天眼睛眯缝了起来 说道 既然出来的人被你杀了 或许那边还会再派出人来 到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也只能如此了 叶天点了点头 反正占便宜的是自己 现在要是做点什么 被对方发觉的话 恐怕那些人会将道人失踪的事情 和自己联系起来 咦 今儿是怎么回事啊 又有人上门了 正和宋浩天说着话 叶天眉头一条 由于释放出了契机的原因 他刚才将整栋院子 都用神石给包裹了起来 此刻却发现 大姑陪这个熟人进了院子 叶天将笼罩在自己身周的 丝丝真气收到了体内 开口说道 老爷子 今儿就到这吧 我大姑不再见您 回头不知道怎么数落我呢 小兔崽子过河拆桥是不是啊 宋浩天被叶天这无赖样子给气乐了 且不说自己以前的身份 单凭这把年纪 也不是叶天能招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啊 嘿嘿 我送送您老 要是实在没事 去那边和我妈说说话也行啊 她可是挺想您的 叶天嬉皮笑脸的掺住了宋浩天 几乎是架着她往外走的 刚来到前院 迎面就看到了大姑和有一年多没见了的陈喜全 叶天 我不知道你这么忙 实在对不住 要不我明儿再来吧 见到叶天 陈喜全连忙迎了上来 可是话没说完 冷不丁地看见了叶天身边的宋浩天 整个人顿时都愣住了 虽然退下去有两年了 但宋浩天当年可是经常出现在电视里的人物 陈喜全有看新闻的习惯 对这位是在熟悉不过了 所以见到叶天搀扶着宋浩天亲热的模样 陈喜全的脑袋一时间有些发猛 他怎么都无法将当年在列车认识的那个腼腆少年 和面前的叶天联系起来 第727章收购 对陈喜全 叶天是发自内心的敬重 看到他那拘谨的模样 连忙说道 陈叔说什么呢 咱们也有功夫不见了 晚上留下吃饭 叶天和陈喜全可谓是君子之交 当年叶天一副穷学生的样子 陈喜全并没有因此而看清他 后来更是在天山帮了叶天不少的忙 虽然那次水鬼事件叶天也算是还了情 但他对陈喜全就是有种发自内心的好感 或许这就是人常说的相互看的对眼吧 不 不了 叶天 我 我还是改天再来吧 陈喜全虽然为人很豁达 但冷不丁地见到前国家领导人出现在面前 那种冲击力就是心理素质再好的人 也会说不利索话的 别借啊 回头去我那边有好茶 不喝白不喝 叶天一把拉住了陈喜全 他知道这位喜欢喝茶 前两年空闲的时候 叶天偶尔也会到他那里品名聊天的 臭小子 拿我的茶做人情 听到外孙子的话后 宋浩天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甩开了叶天的胳膊扬长而去 原本散在四合院各处的警卫人员 如潮水般地跟着退了出去 叶天 拿 那位是宋主席 见到这排场 陈喜全更加确定了自己没认错人 不过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叶天如何能与宋主席表现得这般亲热 陈叔 那老头是我外公 见到陈喜全一脸疑惑的样子 叶天解释了几句 说道 不是有意瞒着您 我以前也不知道的 没关系 没关系 有些事情是不能乱说的 不知为何 在知道叶天的身份后 陈喜全在他面前也感觉到了一丝紧张 陈叔 咱俩的交情摆在那儿呢 你给我客气什么 叶天看出了陈喜全的不自在 当下笑道 我那里可有武夷山的大红袍 是山崖三棵树上采摘下来的 您再客气 就没得喝了啊 听到叶天的话后 陈喜全心中感到了一阵暖意 他知道对方这是在消除自己心中的那层隔阂 当下也笑了起来 说道 成 反正你那茶叶也是顺来的 陈叔就尝上去 这才对吗 陈叔 你等我一会儿 叶天笑了起来 转脸看向了一脸西迹 望着自己的董生海 说道 老董 别要死要活的 咱们鸿门汉子投掉了就是个晚大的疤 不过这疤也不能是自个留下来的 叶爷 我恨啊 驱除了体内的蛊虫后 董生海的声音恢复了正常 加上叶天度入他体内的真气 这回精神也振奋了不少 董大壮的事情交给我来办了 保证还你个孙子 你就住在柱维峰那里听消息吧 想了一下 叶天又说道 我这段时间事不少 弗罗兹的事情不急 反正泰国我早晚是要走一遭的 到时候连本带利都给你们讨回来 叶爷 那 那大壮的事 全靠您了 叶天把话都说到了这份上 董生海虽然还是心有不甘 但他总不能逼着叶天去救自己孙子吧 放心吧 快则一个星期 慢则半个月 他一定能回来的 叶天安抚了一番董生海后 看向了柱维峰 说道 你那拳场先收一段时间吧 别整那些花拳秀腿的 有功夫往西伯利亚送几个人过去 才是真的 在女王号上打过那场黑拳后 叶天真正感觉到了国内黑市拳坛与国际的差距 如果换成神腿张三那种角色对战安东尼马库斯 恐怕一个回合就会被对方给击毙掉的 并且国外的黑拳最少都有数十年的历史 他们也很注重对小拳手的培养 而不是像柱维峰所找的那些人 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 我知道了 等到秋季就会送人过去的 柱维峰点了点头 本来去年他就选好了苗子 准备送到西伯利亚进行东训的 但是没成想出了这种事 他根本就顾忌不上了 行了 你打电话叫人来接吧 我还有事就不陪你们两位了 叶天交代完事情后 直接就下了主客令 大姑还要去内院找点东西 叶天就和柱维峰二人在院子门口分了手 海爷 您说 要是当初咱们听了叶天的 岂不就没这些事情了 看着叶天远去的身影 柱维峰心头感到一阵烦躁 他清楚地知道 不管自己如何去弥补他和叶天之间的关系 他们都不可能成为朋友了 这就是不信任所带来的后果 我老了 要是能找回大壮 就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吧 董生海答非所问地说道 眼中露出一丝落寞 人生际遇不外呼辞 在半年多以前还是春风得意 而现在却是虎落平阳 甚至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妈 这是我朋友 陈叔 我爸也认识的 我们后院喝茶 有事喊我声 来到自己的宅子后 叶天将陈喜全介绍给了老妈 左右打量了一下 宋浩天那老头却是没有来看闺女 想必是被自己气跑了 叶天也没在意 拉着陈喜全到了后院 三四月份正是北京城天气最好的时候 坐在后院大树下的茶几上 叶天拿出了从宋浩天那里顺来的大红袍 前段时间去宋浩天那里 看到他那红泥火炉不错 叶天也照着买了个 将水烧开洗烫了茶具后 叶天很是卖弄了一番真茶的技巧 将一杯色泽微红的茶水放到了陈喜全面前 说道 陈叔 尝尝这茶冲泡得如何 当品茶上升到茶艺这种层次的时候 所烤旧的就不单单是茶水的味道了 冲泡时的流程同样让人赏心悦目 叶天的这手功夫 就是几十年的老茶艺师都未必做得出来 将茶杯端到鼻前轻轻秀了一下 然后小踹一口 陈喜全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神色 赞道 好茶 用的是我送来的玉泉山水吧 茶人有句口头禅 叫做 茶有各种茶 水有多种水 只有好茶 好水味才美 陈喜全一口就撇了出来 这是玉泉山半夜所采集的泉水冲泡出来的 陈叔 厉害 就知道瞒不过你 叶天用开水洗烫了下他的杯子 重新蒸满了一杯茶 说道 陈叔 您今儿来一定有事 就别噎着藏着了 说来听听吧 没事 真的没 听到叶天的话后 陈喜全拾口否认 不过他终究不是说谎的人 憋得连脖子都红了 叹了口气 说道 陈叔还真是有事找你帮忙 不过叶天 现在陈叔不想说了 陈喜全也是个很重情义的人 虽然他现在知道叶天关系深厚 但对方以朋友相待 他却是不想在这朋友情义里掺杂别的因素进去了 陈叔 你这话就见外了 不拿我当朋友看不是 叶天文言崩起了脸 说道 能帮的 我一定会帮 帮不了的话 我也会直说的 您有事就开口 不用不好意思 听到叶天语其真挚 并不像是做假的样子 陈喜全想了一下 说道 都是些生意上的破事 我就说给你听听吧 原来 这几年陈喜全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不光做棉花生意 更是搞起了煤炭 由于前几年煤炭生意不景气 他用很低的价格从私人手上接了好几个煤矿 而进入到2000年后 煤炭的价格却是一路上涨 陈喜全除了留下两个副矿自己开采外 将剩余的几个煤矿全都出手了 一下子套得了上百亿的资金 问题也就出在这些资金上了 要知道 陈喜全是做事业的人 他不想将钱留在银行里吃利息 于是就想着投资个什么产业 就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陈喜全以前在俄罗斯做倒野时结识的一个将军 邀请他前往俄罗斯旅游 这让陈喜全发现了一个商机 在那位将军的驻军辖区内 刚刚被勘测出来一处含量十分丰富的金矿 目前还没有被人取得开采权 这两年尝到了开矿甜透的陈喜全 当时就动了念头 经过一番交涉后 他以15亿美金的价格 取得了这座金矿30年的开采资格 2000年纳会 15亿美金兑换过来 差不多等于120亿人民币了 陈喜全手头的资金并不够 再加上开采时还需要一笔庞大的金钱 于是他在签署了协议之后 就回国凑集钱款 将两座煤矿抵押出去 陈喜全勘勘凑够了120亿人民币和先期需要投资的设备资金 可正当陈喜全支付了那笔钱 并且购买了设备准备去到俄罗斯大干议场的时候 麻烦却是找上了他 找到陈喜全的是隶属国资委的一个下属公司 那家公司从事的也是资源投资类的生意 他们开门见山的就提了出来 要整体收购陈喜全俄罗斯的金矿 虽然对方提出了150亿人民币的收购价格 但陈喜全知道 他们这是已是压人 因为那座金矿的真正价值 最少在300亿人民币以上 第728张融资 虽然收购价格比金矿的实际价值相差了一倍还要多 但由于对方是代表国家的 俗话说民不欲官斗 陈喜全答应会慎重考虑 在对方离去之后 陈喜全马上找了一些关系 却打听了下那家公司的来历 这一查 确实让陈喜全怒火中烧 因为那家公司虽然挂靠在国资委的下面 但和国资委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 就是一家彻头彻尾的私人公司 从事国内外金属煤炭资源的投资 这家公司的确实力雄厚 不仅垄断了国内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 在非洲以及南美洲 还有大量的投资 实力之雄厚远非陈喜全能与之相比的 不过陈喜全在新疆做知青的时候 当过两年民兵 骨子里有种血性 对方要真是以国家名义 来收购这座金矿也就罢了 但是想用这种关系来压人 却是陈喜全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在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后 第二天就拒绝了对方的收购意向 只是陈喜全没想到 在他拒绝了对方之后 麻烦事也就接踵而来了 陈喜全之前为了筹集资金 将两座富矿抵押了出去 带得了30亿人民币的款项 不过这钱是分批支付的 陈喜全只拿到了10亿 当陈喜全在和银行交涉 让第二笔资金到位的时候 却被银行方面告知 由于他的贷款流程是违规操作 不但另外20亿贷款没有了 就连已经拿到手的10亿 也要在三个月内归还 这个消息对等米下锅的陈喜全 无疑像是晴天霹雳一般 能带得那么大一笔款项 陈喜全不是没有关系 当下一打听 发现审批他那笔贷款的负责人 已经被调离了那家银行 如此一来 陈喜全心里顿时明白了过来 这肯定是那家公司在背后出招使坏 可他在贷款的时候 的确有一些不那么正规的地方 眼下却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了 银行的钱是必须要归还的 否则陈喜全的两个煤矿都将被收回去 那损失的可就不止是10亿人民币了 可陈喜全的那笔资金都已经支付给了俄罗斯方面 他一时半会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 身边一些了解情况的朋友都劝陈喜全忍了这口气 将那俄罗斯的金矿交给对方就算了 而且他收回成本之余 也是有点赚头的 陈喜全并不是那种倔强到要拿着鸡蛋碰石头的人 当时考虑几天之后 同意了朋友的建议 和那家公司进行了接触 可是让陈喜全愤怒的是 对方居然改了口 直接将收购价格压低了到60亿人民币 比最初的收购价少了一半还要多 陈喜全当时压制住了心中的愤态 在对方面前表现出了一副悔恨的样子 但是回去之后 陈喜全却做出了件让那些人意想不到的举措来 银行的还款期限是三个月 而就在第三个月 对方等着看银行收回那两个煤矿的时候 陈喜全出人意料地把10亿人民币还给了银行 原来陈喜全在这三个月中 联系了国外的一个大买主 将他在新疆的棉坊基地 以及工厂全部都给卖掉了 凑够了这10亿元的贷款 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那家公司也有回忆 去年又派人与陈喜全交涉 却被陈喜全给赶了出去 别人将屎尿拉在了头上 是个人也忍不了啊 陈叔 这是现在怎么样了 听完陈喜全的话后 叶天开口问道 他不是那种喜欢大包大揽的人 而且帮人也要帮到点子上 他不知道陈喜全来找自己 是出于哪方面的需求 陈喜全苦笑了一声 叹道还能怎么样啊 事情到现在已经拖了半年了 我和俄罗斯方面签订的是一年的合同 在一年期限内 资金必须到位的 原来陈喜全虽然还上了10亿人民币的贷款 但还欠着俄罗斯方面10亿 并且想要顺利地开采那个金矿 他最少还需要5到10亿的启动资金 只是陈喜全赖以发家的厂子卖掉了 两座煤矿办不到贷款 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下 甚至连煤炭的销路都成了问题 他根本拿不出资金继续投资了 可以说 现在的陈喜全是内外交迫 再没有充裕的资金注入的话 他之前投入到俄罗斯的110亿人民币 将被打了水漂不说 就是国内的两座煤矿每月的开支 他都几乎要维持不下去了 等待他的只能是破产的结果 叶天 你和香港的唐老先生很熟悉 我来找你 试想 陈喜全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他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资金 只要有了资金 将俄罗斯的金矿开采出来 那他所面临的压力都会烟消云散的 上次在度假村的时候 陈喜全清楚地见到唐文远对叶天的态度 所以现在走投无路之下 才迫不得已地来寻找叶天 想从唐文远那里融上一笔资金 虽然在见到宋浩天之后 陈喜全知道 只要那位老爷子开口说句话 他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但陈喜全骨子里还是有属于自己的自尊 他只想通过商业行为来解决这件事情 陈喜全说出这番话后 却发现叶天只是看着自己 他不由在脸上摸了下 说道 我说叶天 你老实看着我干嘛 行不行你给句话 不行就当我没说过 老陈 你人不错 叶天看着陈喜全笑了起来 伸手拿起烧开了的铜壶 给他清洗了下杯子 又珍了一杯茶后 说道 喝茶 这事我帮你了 你想怎么解决都行 叶天绝对不是烂好人 如果陈喜全说出让他找宋浩天的话来 今儿叶天最多就是帮他和唐文远签个线 至于事情谈成什么样 他是不会过问的 但陈喜全很够朋友 并没有因为自己走投无路 而去请求叶天找宋浩天 这让叶天心里非常的舒坦 也证明他一直都没看错人 真 真的 听到叶天的话后 陈喜全捏住茶杯的手 都有些颤抖了 这段时间 陈喜全可谓是求了不少人 有商界老板 也有银行界的人士 这些人往日都与陈喜全称兄道弟 好的恨不能穿一条裤子 只是当这些人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无一都和陈喜全打起了太极拳 甚至有些人干脆闭门不见 让陈喜全保常了事情冷暖 今日陈喜全来找叶天 也只是抱着那么很渺茫的一丝希望来的 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 事情刚说完 叶天居然就拍板了 要是在见到宋浩天之前 陈喜全或许对叶天的承诺 还有些怀疑 但是此刻 他知道叶天真的有足够的底气 说出这句话来 陈叔 没事我和你开这玩笑干嘛 这是我帮了 你说个章程出来吧 见到陈喜全激动的样子 叶天不由暗中叹了口气 将事业做到陈喜全这种程度的人都活得如此别屈 被人逼得差点走投无路 更遑论无权无视的那些老百姓了 只不过这些事情不是叶天所能解决的 一个国家的特权阶级 油骨至今从来没有消失过 他能做的 只是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家人和朋友身上 深深地吸了口气 陈喜全平复了下心中的激动 开口说道 叶天 只要你能让唐老先生答应融资进来就行 我在俄罗斯方面有些关系 那边绝对不会刁难的 干嘛非要找老唐啊 叶天摆了摆手 说道 陈叔 我手上也有点钱 你需要多少 我借给你不就完事了 虽然在纽约的时候 叶天把那张卡给了宋威蓝 不过宋威蓝还给儿子留了两亿美金 叶天并不缺钱花 叶天 这不好吧 陈喜全想了一下 说道 要不然 我算你入股好了 到时候咱们共同开发那座金矿 别 我可没那功夫 你说需要多少钱就行了 叶天连忙摇起了脑袋 开什么玩笑啊 宋威蓝那价值三百亿美金的资产 叶天都不愿意接手 更不用说那座金矿只是价值三百亿人民币了 更何况以叶天现如今的心境修为 他只想陪着家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有操纳闲心的时间 他不如找个深山老林精心钱修去了 大 大概需要二十亿人民币吧 见到叶天态度坚决 陈喜全在心中盘算了一下 说出了个数字来 除了支付给俄罗斯方面的十亿之外 他还需要最少十亿作为启动资金 二十亿 我的钱还真是不够 差了那么一点 叶天文言挠了挠头 站起身说道 陈叔你等等 我给你找个有钱的人去 叶天 你们谈事情 把妈拉过来干嘛 还没五分钟的时间 叶天就拉着老妈来到了后院 宋威兰和陈喜全打了个招呼后 一脸不解地看向了儿子 叶天也没绕弯子 开门见山地说道 妈 给您介绍个生意 有没有兴趣投资金矿啊 第七百二十九章雇佣 国家对金属资源这一块控制的不是很紧吗 私人能投资金矿 宋威兰文言奇怪地看向了儿子 就他所知 国内连私人金银买卖的交易尚未被允许 怎么可能会让私人去开采金矿呢 叶天摇了摇头 说道 妈 我又没说是在国内开采金矿 是在俄罗斯 陈叔他有笔生意 我觉得不错 投资也不大的 俄罗斯 储量有多大 说老实话 宋威兰对这样的生意兴趣真的不是很大 不过看在叶天第一次开口的份上 还是要给儿子点面子的 听到宋威兰的问话 陈喜全联盟站起身来 说道 宋女士 一共有三百亿的黄金储量 应该可以开采五至十年 虽然进院子的时候 陈喜全见到宋威兰围着围裙 一副家庭妇女的模样 但他还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且不说宋威兰骨子里透出的那份高雅的气质 就是宋浩天女儿这个身份 那也是真正的天之娇女 不是他所能轻慢的 三百亿美金 这储量倒是不小啊 宋威兰吃了一惊 这样的金矿在世界上都是不多见的 嗨嗨 是三百亿人民币 陈喜全有些尴尬 不过倒是对宋威兰又多了几分信心 能将几百亿美金说得如此轻描淡写的 果然是大家出身 哦 原来如此 那陈先生想怎么合作呢 宋威兰在陈喜全对面坐了下来 将儿子用的茶杯烫洗了一下 给自己泡了杯茶 刚抿了一口 就不善地瞪向了叶田 说道 你又把外公的茶叶给拿来了 上次他就给我抱怨了 妈 老爷子那多的是 想喝茶有人孝敬 叶田撇了撇嘴 看到老妈还要念叨 连忙说道 妈 您先和陈叔谈着 这事成不成的 你都注笔资金进去吧 我还有事 一会再过来 嘴上说着话 叶田已经是脚底抹油 逃之夭夭了 他最不耐烦去听这些商业合作 而且叶田还真的是 有事情需要处理 叶田 晚上留客人吃饭吗 刚从老宅子过来的叶冬竹 手里拎着一篮子菜 刘不是外人 大姑 不用多操吃 看了眼 大姑 拎子里的菜 叶田说的 还有 让您请个保姆 非要自己干活 周大姐也跟着受累啊 叶田所说的周大姐是周小天的母亲 她也跟儿子搬到了这边 和叶田的几个姑姑相处得极好 现在都像是一家人似的 唯一让叶田感到别扭的是 周母无论如何都不让叶田喊她周姨 想到自己已经正式收周小天为徒了 叶田也就答应了下来 叶田 请什么保姆啊 我们要是闲着没事做 那才别扭呢 周母笑着推了下叶田 说道 你去忙吧 我和叶大姐做饭去了 回头叫你们 得 您二位就是操不完的心 叶田笑着摇了摇头 这次回来后 她有意无意的时候 都会用真气帮家人梳理下身体 几位老太太倒是都健康得很 走进客厅后 叶田想了一下 拿起了桌子上的那部电话 喂 我不管你是谁 马上把电话挂掉 不然你就死定了 拨通号码后 还没响两声 话筒里就传出了一阵英语的咒骂声 叶田听得真切 旁边好像还有女人的喘息声 老马 最近日子过得很快活啊 在什么地方呢 叶田嘴角滑出一道弧线 脸上露出了笑容 以前霍马拉凯相处的时候 这哥们挺正经的 没成想也是有着男人的通病 叶上帝 怎么是你啊 电话里传来一声惊呼 叶田听到马拉凯似乎将那女人赶了出去 因为那女人正用fuck之类的语言 在亲切问候老马 过了大概三四分钟后 话筒那边重新响起了马拉凯的声音 叶 我这边可是深夜啊 你打扰了我的好事 我要是因此不举了 你可要负责的 虽然已经和叶田解除了雇佣关系 但是对叶田 马拉凯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敬畏 尤其是那趟缅甸之行后 叶田在他心里 简直和上帝的地位都相差不了多少了 算了吧 老马 你在什么地方呢 叶田没功夫和他扯淡 我在夏威夷呢 叶 你找我有什么事 马拉凯也收起了嬉笑 他知道叶田这回打电话给他 肯定是有正经式的 有点麻烦事 想要请你的拥兵小队帮忙解决 你接不接 叶田开门见山的说道 我有个朋友被俄罗斯人绑架了 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西伯利亚 他的名字叫做董大壮 是莫斯科前黑市全场老板的孙子 上帝 西伯利亚 怎么是那个鬼地方 你不知道那里会把人的小弟弟 都给给冻掉的吗 听到叶田的话后 马拉凯在电话里叫起苦来 在收获了那三千万美金和叶田给他的黄金之后 他现在的小日子过得很是逍遥自在 当然 马拉凯偶尔也会回忆起 以前那种紧张刺激的生活 而他的那三个伙伴 依然还活跃在拥兵界的 三千万美金 接不接 叶田没有废话 直接说道 我不管你是从对方手上买下来这个人 还是抢过来 只要将他带到北京 我就支付你三千万美金 怎么样 从柱维峰和董生海那里赚了几十亿美金 而两人现在连全场都丢了 叶田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 如果不是那修道界的事情压在身上的话 说不得他真的会亲自跑上一趟的 不过叶田相信 马拉凯能处理好这种事 毕竟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顶尖的佣兵 对付那些黑市权的外围人员 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接 不过我要更加详细的资料 否则西伯利亚那么大 我去哪里找这么一个人啊 话筒一段传出了声口哨声 马拉凯答应得非常干脆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闲钱多的 更何况叶田的这个任务 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很难完成 好 我会给你最详尽的地址 一会给你传真过去 叶田想了一下 继续说道 另外我在那里还有个朋友 你可以和他联系 他在当地很有些办法 叶田所说的人就是安德烈维奇 这哥们在退出黑市权坛后 和新婚妻子就隐居在西伯利亚的一个行省 为了摆脱以前的生活 安德烈维奇的新地址 甚至连董生海都不知道 告诉叶田 也是基于对他的感激和信任 要到马拉凯那边的传真号后 叶田挂断了电话 翻手拿出实时把玩的几枚铜钱 就在桌子上占卜了起来 修为进入到了先天之境 叶田洞察天机的能力 却是愈发的强了 仅仅用了一副挂像 他就大致推演出了董大壮现在的位置 伸手拿过一张复印纸 叶田在上面写画了起来 他家里又没有俄罗斯地图 比对的事情就让马拉凯等人去做就好了 那三千万也不能白给他们赚吧 老马 那个人现在还没受到什么伤害 一定要安然无恙地把他带回来 给马拉凯发传针的时候 叶田又叮嘱了他几句 如果董大壮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怕是老董也没活下去的心思了 叶田 放心吧 西伯利亚那边有我们不少的同行 行了 不和你多说了 我要去找那几个混蛋 马拉凯似乎已经进入到了工作状态 和叶田匆匆说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解决了董大壮的事情 叶田也轻松了几分 董生海那副凄惨的模样 确实让他有些于心不忍 妈 你们谈完了没 回到后院之后 叶田对陈喜全说道 一会饭菜就烧好了 咱们喝几杯 我这里还有从老爷子那顺的茅台酒呢 八二年的 你小子 连你爸的便宜都占 宋威兰哭笑不得的看着儿子 其实那箱子茅台 还是他从老父亲那里拿来的 本来想给丈夫的 却被儿子给搬自己屋里去了 我爸的不就是我的吗 叶田文言笑了起来 问道你们到底谈好了没有啊 陈喜全点了点头 说道叶田都谈好了 宋女士出资二十亿人民币 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老妈这可不厚道啊 百分之二十就是六十亿 您一转手就净赚四十亿啊 叶田有些不满地看向母亲 她本意却是想让母亲 拆借点资金给陈喜全的 你这小子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 宋威兰不满地瞪了一眼儿子 这股份又不是她要求的 嗨 不是这么回事 叶田 这股份是我坚持的 宋女士要是不要 这融资我也不做了 听到叶田的话后 陈喜全连忙解释了起来 她现在几乎都要走投无路了 只要宋威兰答应注入资金 她给百分之四十都愿意 行 商业上的事情我不懂 你们看着办好了 叶田摇了摇头 随口问道 对了 陈叔 那家七行霸市手段卑劣的公司 到底是哪一家啊 第七百三十章条件 叶田知道 利用权势谋取私利的人 在这个国家比比皆是 他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义务去管 是以刚才一直没有询问 陈喜全那家公司的名字 不过老妈现在既然和陈喜全合作了 叶田就有必要知道了 如果那公司还是不长眼 想横插一脚的话 叶田并不介意敲打他们一下 那公司叫天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听说在国内外稀有金属这一块 名声还是很响亮的 陈喜全之前 也打听了不少这个公司的背景 当下接着说道 听说这公司的老板姓云 是当年那位云老的儿子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什么 是他的公司 叶田原本正在冲泡着茶叶 听到陈喜全的话后 拿着茶壶的右手 忍不住抖了一下 是天头啊 这公司的确是云家的资产 我认识云华彤 宋威兰没注意儿子的神色 自顾自的说道 其实这件事我出面说和一下就行 到时银行那边不会再为难你的 宋浩天以前所创立的公司 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信托投资公司 天云与其相比名声要小了很多 不过投资领域不同 宋威兰对他们公司的业务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两家也曾有过一些生意上的来往 加上背景又有些相似 宋威兰的确认识云华彤 她要是出面的话 相信云华彤会给自己这个面子的 不行 妈这件事你不要插手 听到老妈的话后 叶天猛的惊醒了过来 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说道 陈叔 我妈注资可以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你必须答应 叶天怎么都没想到 这事居然能和云家扯上关系 她和宋浩天现在对其正唯恐必之不及 可不想因此而吸引到云家对自己的关注 小天 你怎么这样子啊 妈都答应了 就算不说何 也是要在国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 不然这么大的投资 我也没法向董事会交代的 听到儿子的话 宋威兰有些不太高兴 该说的条件 她刚才都已经和陈喜全谈过了 这生意就是生意 尤其是像她这样的跨国集团 岂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一会三变的 宋女士 您别着急 听听叶天说什么吧 陈喜全 从叶天的面色中看出一丝不对来 她虽然和叶天交往的次数不是很多 但叶天在她面前始终都表现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严肃过 小天 那你说说看吧 宋威兰也察觉有些不对 因为此时叶天的眉头已经深深的皱了起来 第一 我母亲注资的事情 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 不能对任何第四方的人提起 叶天伸出一个手指头 看到老妈又要说话 摆了摆手说道 妈 您先听我说完 如果资金上有问题的话 就先把我这儿的两亿美金拿去 剩下的想必您能解决吧 叶天知道老妈的公司经过这半年多的时间 基本上已经缓过进来了 她就是不动用公司里的资金 拿出十多以来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理由呢 你这么做的理由呢 宋威兰耐着性子听叶天把话说完 开口说道 小天 你要知道 这是商业行为 我不管什么商业不商业的 叶天缓缓地摇了摇头 说道 妈 这次的事情 你要听我的 看着儿子的眼神 宋威兰心头一颤 他似乎又想起了911之前发生的事情 当下叹了口气 说道 好吧 妈听你的 叶天点了点头 转脸看向了陈喜全 说道 陈叔 这笔钱依然算是融资 但只是口头协议 而且也只能是你本人知道 叶家绝对没有参与到里面去 陈喜全文言愣了一下 迟疑着说道 叶天 这样不妥吧 你就不怕陈叔 陈叔 有本事您卷了钱玩失踪试试 叶天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道 陈叔 你只说行不行吧 要是不行 第二个条件我也没必要再说了 要说叶天还真不怕陈喜全玩什么猫腻 且不说他的资产本不止这20亿人民币 就算陈喜全将这笔钱卷走 只要他还躲在这地球上 叶天都能将他给找出来的 好吧 既然你相信我 那我就答应了 陈喜全想了好一会 开口说道 你既然不想让人知道 这笔钱是叶家注资的 那到时候我在瑞士开个银行账号 将你们应得的那份都打到里面去 这些都以后再说 叶天摆了摆手 说道 第二个条件就是 你明天就去办理移民 办号之后 马上就去俄罗斯 不要再待在国内了 而且在那个金矿开采完之前 都不要回国 什么 这怎么行了 听到叶天的话后 陈喜全连连摇头 说道 我家人可都在北京呢 儿子现在在华清腹中上学 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呢 俄罗斯的金矿 最少要开采五年以上的时间 叶天这话 等于是让陈喜全 五年之内都待在俄罗斯 这对家庭观念很重的 陈喜全而言 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接受的 而且陈喜全这辈子 也没想过移民的事情 他又不会英语 出去两眼一抹黑 即使身边有翻译 也不会习惯的 他们和你一起走 叶天淡淡地说道 在俄罗斯同样可以受到 很好的教育 陈叔你儿子也有十五六岁了 现在出去就当是留学好了 叶天 能给我个理由吗 陈喜全也学着宋威蓝 向叶天问起了缘由 因为这件事 势必将改变他的后半生 陈喜全不能不慎重考虑 举家移民可不是件说得完的事情 叶天摇了摇头 说道 陈叔 我让你这样做 自然有理由的 不过确实不能告诉你 你只要知道 这是对你好就行了 小天 你是怕云家会 一旁的宋威蓝反应了过来 紧接着说道 不会的 云家虽然背景很深厚 但云老爷子去世 也快十年了 他们绝对不敢乱来的 宋威蓝的出身 决定他知道一些上层建筑中的规矩 像他们这种人 虽然在某些领域中享受着一定的特权 但那也是有底线的 否则被人抓住了把柄 很可能偌大的家族就此毁于一旦 所以不是迫不得已 云家绝对不会如此下作的 而且就宋威蓝看来 这只是一桩生意而已 云家也不差这几百亿的黄金 实在没必要像叶天所说的这般小题大作 妈 有些事情您不知道 就别发表意见了 叶天叹了口气 看向陈喜全 说道 陈叔 出去了不是不能再回来 过上个几年金矿开采完了 想回来还是可以的 不过现在你必须出去 一定要走 还必须办移民 陈喜全嘴角抽搐了一下 他能看得出来 叶天并不是在开玩笑 心底不由生起了一股良意 陈喜全并不了解那些人的行事准则 在他心里 云家可不是他能得罪起的 对方真要适用些什么下作的手段 死了怕是都没人帮他申冤 叶天想了一下 说道 不办移民也行 但必须要出去 走得越早越好 好 我听你的 陈喜全顿了顿角 说道 明天我就去处理家里的事情 最迟一个星期 我带全家都到俄罗斯去 那里有我的朋友 云家的手还伸不了那么长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对陈喜全说这种话 他只会当对方在开玩笑 但是以叶天的背景说出来 陈喜全就感到有些毛骨悚然了 就算陈喜全自己不怕 但他还有妻儿呢 如果真发生了叶天隐会表达出来的那种事情 陈喜全后悔都来不及的 好 陈叔 我让笑天送你出去 你这几天都不要和我联系 等到了俄罗斯之后再给我打电话 叶天点了点头 去到前院喊了周笑天 从四合院后面的车库 直接将陈喜全送了出去 小天 云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肯定有事瞒着吗 等到陈喜全离开后 宋威蓝不满地看着儿子 说道 如果这件事有危险 咱们不管就是了 你干嘛还让妈往里面注资呢 妈 这事事关重大 看着一脸好奇的老妈 叶天苦笑了一声 说道 这事只有我和老爷子知道 您就别多问了 让我安静一会儿 说完这番话 叶天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他现在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云家逼迫陈喜全卖金矿 究竟和那修道中人出现在世间 是否有着什么联系 从时间上来看 叶天在遇到那道人的时候 刚好是陈喜全将自己新疆产业卖出去 偿还了银行贷款之后的事情 难道云家是想请那道人来对付陈喜全的 叶天脑海中冒出这么一个念头 不过紧接着就被他给否决了 以云家的势力背景 想要让陈喜全蒸发掉 根本不需要飞那么多的周折 我们将来看 像我们的带来 写全都要留意